看回他們的造工,我覺得這兩隻Figure都算是 SHF 裏面的精品 Hi, 新仔今天要和大家開箱的最疾系的1比12Figure SHF的蒙面超人的兩隻女主角 我全部都是用來的 而且這隻是開箱的 可以看到他們買一些二手的Figure 就像這隻開箱的封 其實包裝仍然保持得很好 而且它會包好、入好膠袋 所以我都很想對比一下日系的1比12 或者差不多大小的女主角 比對一下 Marvel Legends 或者是現在比較多人的麥法蘭 這次是新仔第一次進入SHF 所以我買了 Force 裏面的虎子 和 Silvan 裏面的issue 這兩隻Figure 是來自不同時期的蒙面超人的影集 所以可以比較一下 兩代的手工有沒有什麼差別 拆了外盒 可以看到SHF的女主角 高度都維持得一致 至於配件方面 因為issue是人樣 所以它多於臉 在手型中 虎子有三隻額外的手 issue 額外有六隻手 有一隻黑色的那隻 其實是比蕭 另外這隻 虎子有跟一個台座 但是新的已經不跟一個台座 第一次 拿著SHF的Figure 來看 Bandai 製造的1比12 為何這麼多人喜歡SHF 就是因為它真的做得很細緻 它的上色 這些位置這麼幼 但是它銀色和藍色 都不會說油到出世界 比如腰帶 這些上了三隻色 它都是上得很細緻 可動呢 兩隻有很多不同的可以分析一下 如果以斧子來說 可以看到 它這個位置是雙重 所以它那個調校到的角度 可以咬它的位置 也挺多的 而腳這個位置 就更加明顯 看到這個雙重 雙腳可以咬到這樣 但是它這個肩膀的位置 它最主要做了這個肩膀 做到好像一個琴 這樣 導致到它 就不會像麥法蘭那些 那些 就不能向上咬 但是呢 都是有一個限度 因為都被這個位置 阻礙著 腳掌的位置 這裡也有做到一個可動的位置 似乎都是 SHF 的標準 似乎都是 SHF 的標準 而是頸 可以看回 除了這裡 頭的波裝 頸位其實都可以移動 所以其實可動來說 SHF 真是無敵 這件事未出之前 其實就很多玩家 很擔心 SHF 出個頭雕 是否可以 現在拿上手 來到多角度看 我就覺得它那個面相 都交到功課 都有做到一個真人的 漂亮樣子出來 大家可以從手 就看到 SHF 的手工 看到這個紋理 它在手上這麼小 它都有做到很細細的 再且 原來指甲油 有一隻是綠色的 那補充一下 其實它六隻手 那六個手型的指甲 都有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真的要賺一讚 BANDAI 但是呢 它那個面相 同時間 就有另外一個 面型的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 有點多餘了 因為呢 看不到 它有什麼分別 只是呢 這個右邊面好像打中了 不會有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 叫做 有一些 新的 處理方法 那下 它那個 裝備 是做得漂亮的 不過呢 它又不是一些 像 剛才那一隻 那隻 所以呢 它掏的到 這個角度只能夠遮蓋 也會被服裝的位置遮蓋 所以角度只能夠遮蓋 而腳的包裝設計也有些不同 不過它也算可以遮蓋得很大 但當然有少許可遮蓋 只能夠遮蓋一下 但ISU值得一讚 就是它的肩膀位 其實它的肩膀位有兩折 所以移動的時候 這個位置可以拉伸出一點 然後可以去到這樣的角度 你買之前一直有個理解 就是SHF比Figma更大 所以它應該比較近1比12 但如果我量度這兩隻肩膀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頂多都是5.5吋 所以我覺得它的尺寸比例 都不可以去到1比12 拍攝尾系的Figure 通常它們會比較矮 或者你可以說它們的身材比較矮 所以如果做1比12的話 整隻Figure都比較小 把尾系的Figure 大家一目瞭然 對比 Marvel Legends 好明顯 矮了1個頭 對比 麥法蘭 矮了2個頭 大家可以用這個速度來參考 看看它們的造工 我覺得這兩隻Figure 都算是SHF裡面的精品 至於是否極品 我就不敢說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讚 我是新仔 拜拜